大家好,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這次歡迎新的未來董事長的儀式 也是歡動我們孫董事長的儀式 這是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 在此我就讀桃園市公平職業公會的罷工宣言 首先這份罷工宣言想先對未來的空服員說 不論你們是2030年或是2040年工作的 不過不論你們未來的勞動環境將會變得如何 但如果有一天你們決定罷工或走上街頭 我們將以今天的罷工行動承諾 不會成為資方的替代性勞動力 不會要你們知足常樂 不會數落你們不顧公司的形象和尊嚴 因為我們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員工 當員工權益完全遭到末世時 今天的我們和未來的你們 都有義務及責任站出來推翻一切 甚至包括不幫工人說話的公會 接下來想對台灣所有受護者說 請支持摳服員打這場爭取休息時間的戰爭 在這個資本家發言狂妄的時代 有人高喊加班有意身心健康 有人說想放假的人不會有成就 修行對21世紀台灣的受護者竟是這麼的困難 這場罷工對我們而言 就是一場對於休息時間的鬥爭 桃園報道就是讓空服員無行中休息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在同樣的時間中必須背更多的班次 84之音是空服員不再勞基法的公時保障 甚至在悲情的休息時間 華航公司都想要從休息時間裡扣除 許多人以為我們光鮮亮麗 但是一個月不到八千的寶藏休息休假 清晨兩點到五點停點的紅眼翻機 都折磨著我們的身心 空服員並不貪婪 我們只知道休息是受護者 不被僱主所擁有的時刻 是每個工人可以做自己的時刻 是一個真正像人的時刻 而作為空服員的我們 只希望像人的時刻可以再多一點 現在台灣正為了縮減工時 國定假任是否維持19天的爭議 吵得沸沸揚揚 陶原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願意成為這場戰爭中勞方的先鋒 告訴資本家告訴國家 台灣必須告別長工時的過勞時代 這篇宣言結束時 罷工就要開始了 如果這是一趟飛行 那也是一趟沒有安全指引 逃生演練 甚至是不知道目的地的一段飛行 可能在我們促稱一個月之後 會勝利 會空服員的權益做些許的累積 也可能在24小時之後就被打敗 應徵華航企業內 雇主力量的勞不可破 但無論如何 2016年的6月 有2535名空服員 投下大公同意票 為自己的休息時間與尊嚴而戰 就表示這是一趟 我們共同決定前進的戰鬥 可能這場戰鬥會影響機場的運作 會讓很多人不方便 很多人不愉快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但還是請台灣所有人民給予諒解 與支持 再過幾個小時 蔡英文總統將要進行任內的出國參訪了 即使我們沒有辦法真的造成蔡英文總統出國困難 在公會認為 總統也是國家中的一個人民 沒有必要避開他的出國時間 也在此誠懇地呼籲蔡英文總統 能正視她順利出國背後 是多少勞動者的付出 能以總統的權責 真正改革華航以及所有國營事業 及台灣勞動環境的剝削與過勞問題 再次強調 這場戰鬥會影響機場的運作 會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 很多人不開心 但這是爭取合理休息時間 與勞工尊嚴的重要戰役 請大家亮解 並支持桃園市原職業工會的罷工行動 謝謝大家 謝謝 去年1月22號的時候 我在這邊同樣的這個地點 我在台上主持 公司呢 卻說我不夠冷靜 沒有空服員的特質 我要請問 我飛過馬英九總統的專精 我得過2004年 民航群班的最優秀的空服員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夠格 我要被逼回去受訓 華航就是打壓公會幹部 對不對 對 所以站在這裡 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我願意挺身而出 其實 我在這個公司已經15年了 我們的工作環境 從以前 還不錯 班班 客滿 但是主員 卻很輕鬆 同時 有工作 一邊也有的家庭 享受家庭生活 但是呢 到了現在 我們就要講 現在的董事長 孫先生 他經營了七年 在華航七年 我們的工作條件 每況率下 我們華航的世界排名 每況率下 我在這裡呼籲 希望他們立即下台 然後還有呢 我也必須要講的是 我在這裡也呼籲 幫一些高層 包含自身副總 包含這次打壓 其他公會幹部 打壓不理我們的訴求的 還有空服處的主管 通通都要下台 立即說話 上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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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